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巴哈姆特劍玩瘋 我是Vivi 閃電PE車30週年紀念特別活動 閃電PE車World Tour這次在三創開展啦 這次現場有展示三台1比1的車種 其中包含最帥家賀的夢幻車種 黃雅 閃電PE車World Tour台灣廠台灣GP 這次活動包含各種動畫的設定資料 以及三台等身大賽車來台展出 包含Mega House New Aslada AKF 0G Livery Addiction 夢幻車種黃雅賽道模式 與黃雅Super Aero Boost Mode 同步登場的還有Mega Hobby Export 2022台灣 展內主打航海王人物的Portrait of Pirates 並有歷史回顧與最新商品展示 想回憶童年動畫的老粉絲們 記得有空到三創來看看閃電PE車SIM的阿斯拉吧 接下來請看本週的遊戲新情報 相信很多玩家在這一年的最大心願 就是能用主機定價抱台PS5回家吧 上市一年多PS5主機產能仍然是拉不起來 賣場一擊難球 面對這個問題 Sony 的解決辦法是繼續做PS4來賣 近期彭博社報導 因為晶片缺貨導致PS5遊戲主機產能不足 消息仍是指出Sony 的救火方式 就是用推出9年的PS4來救火 挹注產能繼續生產原100萬台的PS4 消息透露PS4原本在2021年底就會停產 但為了彌補PS5的短缺不得已才調整生產計畫 Sony 的公關負責人則表示 沒有這回事 主機世代交叉很正常 生產PS4 本來就在計畫之中 言下之意就是你買不到PS5的話 架上還有PS4 啊 微顧去年2021年1月 Sony 宣布停產PS4 Pro 留下薄型PS4 來供應市場 當時可沒想到未來的產能會因為疫情而變成這樣吧 只是Sony 也不是第一家這樣做的公司就是 在電腦顯卡也大缺貨的現在 有不少硬體廠商選擇重新生產兩三年前的舊卡來應集 畢竟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頂級的硬體 而且還沒有推出的本家大作 《戰神 諸神 黃昏》和《跑車 浪漫旅7》 也都宣布將會推出PS4 版本 各位想買新主機的玩家們 你會考慮回頭入手PS4 還是繼續等待PS5 呢 作用 Rockstar 和 2K 等知名公司 在遊戲業界頂頂大名的發行商 Take-Two 本週投下了一顆震撼彈 那就是宣布將以創紀錄的 127 億美元收購 Zynga Zynga 這家遊戲商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推出過 Farmville CSR Racing Words with Friends 靈異陰陽路等等作品 總下載次數超過40億次 雖然今年沒有現象級的抄襲強作 但仍然可以說是社群遊戲界的佼佼者 高達 127 億美元的交易 可以刷新了遊戲產業收購排行榜 超越騰訊在 2016 年以 86 億美元收購 Supercell 也超越了微軟 在 2020 年以 75 億美元收購 Badasta 母公司 Zenimax 的紀錄 雖然是相當有資歷的公司 但大家不免好奇 為什麼要花這麼多的錢 來買最近沒有大作的 Zynga 這些錢拿來開發 GTA 6 不是更好嗎 根據 Take-Two 的說法 他們認為這樣的戰略組合可以結合市場的領導地位 和多元的發售平台 好讓他們將旗下的大作帶往手機平台 言下之意就是希望藉由 Zynga 之手 來擴大 Rockstar 和 2K 作品 在手機業界的版圖啦 交易案公布之後 這美好願景讓 Zynga 股價馬上大漲 40% 但是誇張的收購金額和對其必要性的質疑 也讓當天 Take-Two 的股價下滑了 13% 看來投資者並不是全然買單喔 究竟這次的收購是否真的值得這麼一大筆資金投入 Take-Two 的手機市場夢想又是否會成真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進入元宇宙你需要 VR 眼鏡、VR 控制器 還有這個是 VR 嘴套嗎 隨著進來元宇宙概念興起 VR 設備再度受到注目 在1 月初美國消費性電子戰 CES 戰中 有許多新奇的沉浸式設備亮相 本次參展的 Panasonic 子公司 日本 Shift 4 就推出了一系列元宇宙套裝 從輕量化的 VR 眼鏡 MegaNet X 不需要外部偵測器就能夠控制虛擬角色動態的 Haritola X 到能夠反應冷熱觸覺的穿戴設備 Pepple Feel 都相當有特色 不過要說到其中最奇葩的產品就是這個 Mood Talk 長方的造型讓人很難一眼就辨識出它的功能 其實它就是一款特殊麥克風 除了能夠收音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阻隔使用者的聲音 避免在使用 VR 視線露出去 或許你會覺得這東西有必有嗎 但想想看 要是你在 VR 世界中忘情的喊出心爆氣流整 或是正在和虛擬的老婆甜蜜溫言軟語 要是被家人聽到了不是尷尬到爆炸嗎 只要帶上這個 Mood Talk 就不用擔心啦 話說回來這個麥克風的造型實在是太鹹味 連帶上去都要有足夠的齒力才行 反正潛行到虛擬世界貼上新外皮 就沒有人知道我實際穿怎樣 看來元宇宙的世界果然是相當崭新啊 去年 8 月中國祭出嚴格禁止 為成年人週一到週四玩遊戲的龜板 中國官方立場最近對於遊戲和直播文化的限制 可以說是越來越嚴格 本週中國知名影音平台Bilibili 就再度發布了新一波限制名單 一口氣禁掉了大量的遊戲直播 這波名單的禁止內容十分廣泛 大致上是以喪屍、恐怖、軍事 以及惡搞系的模擬遊戲為主 像是知名的惡靈勢力和惡靈古堡系列 長期位居熱門的紅彩六號圍攻行動 俠盜列車首武、黑暗靈魂、巫師、上古卷軸統統重劍 甚至連網頁遊戲艦隊收藏 以及心跳文學部和涉及成人內容的AVG遊戲也沒有逃過 而逆統戰或還原等直接觸及政治紅線的遊戲 當然就更不可能出現 其實也不只Bilibili 像是騰訊、網易等遊戲巨頭 也在近期遭到中國當職約談 不僅是要限制未成年人的遊戲時間 在審核方面也必須要符合中國官方的標準 在這日益嚴苛的環境中 中國新聞出版局的審查版號也停了好幾個月 外電指出影響了約14000家小型遊戲公司或工作室倒閉 在這樣的困境下 部分中國遊戲公司選擇轉往海外發展 將業務重心轉移到其他國家 包含字節跳動、搜尋引擎百度 以及貪玩遊戲等公司 也透過撤裁遊戲部門員工的方式來降低虧損 究竟中國遊戲業能不能挺過這一波寒冬呢 身為超人氣對戰射擊遊戲Apex 英雄前身的 泰坦降臨2 在2016 年底發售時 已結合大型機器人戰鬥和跑酷的嶄新玩法 席捲設計遊戲界 直到現在仍然受到許多玩家的稱道 不過去年一整年包含同公司的其他作品 泰坦降臨一代與Apex 英雄在內 都頻繁的受到作弊和駭客的DDOS攻擊 造成泰坦降臨2幾乎無法遊玩 照理說這問題應該是由官方處理 但開發遊戲的重申工作室表示 公司人力吃緊 負責項目的甚至只剩一兩個人 實在是沒有辦法再投入資源改版修正了 讓許多喜歡這款遊戲的玩家感到相當惡婉 在去年12 月底 有一名熱心的玩家開發了名為 北極星North Star The Mod 為遊戲增加了像是早期出現在連線遊戲中的伺服器列表功能 透過這個MOD 玩家終於可以繞過受到駭客攻擊 原本強制配對的官方伺服器 現在可以自己開一房遊玩了 就算是受到DDOS攻擊 也可以馬上換一個伺服器 從此擺脫駭客的騷擾 不僅如此玩家還能夠自訂賽局規則 看你是想來場無差別泰坦大戰 還是加快三倍的花式跑酷大賽 玩到完全不一樣的遊戲體驗 這個模組也讓沉寂已久的泰坦社群再度活絡了起來 許多老玩家都相當感動紛紛回鍋 雖然目前這個MOD只能在PC上使用 但也算是間接拯救了一款經典之作 高手藏在民間 真的是很謝謝這位熱心玩家 讓TitanFull可以繼續發光發熱啊 任天堂戰鬥實力最強的角色 新之卡比系列新作探索發現 確定會在3 月25 號推出 新預告影片中可愛的小卡比 為了拯救被野獸軍團俘虜的瓦豆魯迪們 和新夥伴艾菲林來到結合自然和未知文明的新世界 全新的複製能力鑽擊和探尋隊 能夠針對特定敵人進行鑽地攻擊 或是從遠處聚集 這回的冒險可以兩人一同探險 就算是小朋友打不過 爸媽也能夠下來一起幫忙喔 闖關斬將救夥伴之外 還要幫忙瓦豆魯迪們重建家園 隨著從野獸軍團救出的瓦豆魯迪越多 就能夠建造更多設施 從商店到釣魚、咖啡廳等小遊戲應有盡有 甚至還有轉蛋 看來這一代卡比可有得忙囉 由中國團隊製作出這款日本文化侵略美國 並有著濃濃壁漆片風格的末日漿式生存遊戲 欸等等這一連串看下來要素也太多了吧 中國武漢獨立遊戲開發商林空遊戲 最近發表的昭和米國物語就是這樣的一款大雜彙遊戲 在虛構的昭和66 年也就是1991 年 一群富得流油的日本人帶著一家老小移民美國後 將日本文化根深蒂固地生殖在美國這片土地上 就連好萊塢都變成了心狠兵士 而女主角千草蝶子是個動作替身演員 剛到美國就被殺死的她 莫名其妙從墳墓裡復活 更沒想到世界已經面目全非 為了不仇她要與在胯下放著箭頭的日本集到對抗 跟喪屍一起騎腳踏車 與迷之美少女對戰 再去那個泳池放鬆一下 這遊戲到底在玩什麼看得我好亂啊 總之招和米國物語 結合了末世、Cyberpunk、喪屍及到電影風格於一身 預計會在PC、PS4、PS5 平台推出 看起來應該會是滿ㄎㄧㄤ的喔 勇闖冰天雪地俄羅斯的西伯利亞 扮演天不怕地不怕的山姆史東 再一次依赴當官對幹千萬外星大軍 由Crow Team 以及 TimeLock Studio 攜手合作的全新獨立資料片 重裝武力士西伯利亞大騷亂 將橫跨海岸線、森林、村莊與鬼城等地區 並準備了各種不同組織線任務 以及各式各樣的新面孔 招牌的怪物海更是沒有缺席 隨著新面孔大家火來勢洶洶 當然也有新玩具來好好款待新朋友 從經典的AK步槍到全新的佩倫十字弓任你把玩 無論是想要滿足探險、慾望 還是單純想要好好殺個過癮 重裝武力士西伯利亞大騷亂 邀請你來大鬧一場喔 新的一年來臨 1 月份的大作像是《寶可夢》 《阿爾救斯》 以及登上Steam 平台的《戰神 God of War》 跟《魔物獵人》崛起要等到月底才會推出 就讓電玩瘋來推薦你這段時間 有哪些上個月才剛推出免費又好玩的Steam 遊戲 記得邊看邊把這些遊戲加入到你的遊戲庫列表喔 The Planet Crafter Prologue 是一部開放世界的生存探索遊戲 玩家將前往一個陌生的星球 設法氯化星球並製造大氣層 好將這裡改造成宜居的殖民地 遊戲中玩家一邊試圖收集各式各樣的星人 一邊要接著各種儀器或基地 好在星球上進一步探索 想辦法生存的同時 設法將周遭的環境 逐漸改造並創造新的生命 目前遊戲僅有序章的內容 但已經足夠玩家們在星球上玩上好一陣子囉 接下來這款 Century Edge of Ashes 則是免費的多人空戰遊戲 玩家將扮演龍騎士、騎上飛龍展開刺激的空戰 遊戲準備了死鬥、搶騎、多回三種對戰模式 透過不同能力的職業為戰局帶來變化 同時也準備了多樣化的Skin 打造專屬的獨特飛龍 就算不花錢玩到的也不會比別人少 相當適合喜歡奇幻或空戰題材的玩家喔 如果你喜歡歷史題材 那不會想要透過這款 透過像素風格傳來的沉重氛圍 就是殘酷的歷史AVG遊戲 Martial Law 在共產戒嚴時期的波蘭 為了好好照顧女兒 面對危險的社會得要好好撐下去 遊戲中準備了多種結局 讓你深入感受當時戒嚴時期的波蘭文化 是教育意義十足的作品喔 你喜歡奪得The Game Awards 年度最佳遊戲的雙人成型 這種可以跟朋友一起協力破關遊戲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這款名字很像的The Two of Us 這是一款很捲軸式的動作解謎遊戲 要操控兩隻忍者蛙合作 拿到關卡內的獎杯 可以疊在一起跳躍 兩隻忍者蛙還分別持有飛鏢和武士刀 要跟朋友通力合作 用武士刀彈射飛鏢來解除機關 雖然畫面沒有那麼華麗 但卻意外的有趣喔 有時候玩遊戲玩累了 單純想要輕鬆玩一下 推薦你打開Trill Corner 這是一款兼具音樂播放功能的 沙盒放置遊戲 玩家可以自定義這個小小房間的裝潢 決定主角、場景、寵物和擺設 透過簡單的小任務放空腦袋 遊戲內也收穫了不少Lofi或自然風格的音樂 讓你可以一邊欣賞自己的房間一邊休息 甚至能夠當作音樂播放器呢 歷久不衰的同仁霸主東方 Project 在12 月也有亮眼的同仁星座 東方冰之勇者技續裝 是一款以冰晶齊露諾為主角的橫向卷軸動作遊戲 玩法結合了東方的彈幕要素 可以自在的走位 利用不同的射擊模式攻擊敵人 敵方也會灑下密集的彈幕來回擊 適時使用衝刺和擦彈等東方的知名技巧 來迴避敵方的攻勢 目前推出的是體驗版 喜歡東方 Project 的你來試試看吧 想要鍛鍊一下自己的英文能力的話 推薦給你這款超有創意的Babble Royale 這是一款拼字大討殺遊戲 玩家將扮演一個核心字母 降落在棋盤格的其中一處 設法透過拼字遊戲蓋過敵人生存下來 跟一般的大討殺遊戲一樣 會有毒圈逐漸收攏 所以玩家必須野民手快 利用你無敵的拼字能力在中央生存下來 玩法雖然看似簡單 但對英文能力的要求是很高的 可以藉此學到很多不常見的單字喔 還記得以前曾經紅吉義時的小朋友上樓梯嗎 這款在GameDream誕生的作品 就有著相同的味道 Eraser 是一款相當有挑戰性的3D上樓梯遊戲 火柴人要努力躲過大砲和紙飛機的追殺 爬到橡皮擦所在的位置 畫面看似簡樸卻有著相當優秀的動作性 還具備線上模式 讓玩家能夠互相干擾或是幫助彼此 遊戲製作期只有短短的10天 但創意可是一點都不輸人的喔 雖然聖誕節已經過了好一陣子 但超經典的獨立遊戲《洞窟物語》 上個月配合推出聖誕同人作品 還是很值得回頭再來玩喔 Cave Stories Secret Center 是由Nicholas和原作者的Studio Pixel 合力打造的新作 結合洞窟物語的要素和有趣的潛行玩法 聖誕老人得要想辦法潛入房內招付禮物 過程中玩家還可以趁機蒐集金幣來獲得額外的成就 遊戲採用限期下載制 還沒玩過的玩家趕快趁現在來體驗看看吧 作為影片壓軸的是一款品質相當不錯的列車模擬遊戲 SimRail The Railway Simulator Prologue 玩家可以駕駛波蘭的電車在軌道上奔跑 有最新型的客運電車欣賞波蘭異國風光 也有重量級的貨運列車讓你體驗西地西亞路線的艱辛 遊戲目前只有推出續張 但之後會有更多的路線和車種可以選擇喔 新的一年要記得點開我們的影片與直播 喜歡按喜歡也別忘記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周見拜拜